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北京时间是2月14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昨天洛杉矶湖人队坐镇主场迎战魔术 虽然安东尼 戴维斯因伤确诊 但资金军团仍旧凭借着阵容上的差距 以106-94轻松击败了对手 豪取两连胜 在第三节 詹姆斯率队 打出了他们最出色的一节比赛 这节比赛胡人打出了一波36-10的超级攻击波 一局拉开了20分以上的差距 就此奠定了胜局 本场比赛詹姆斯 延续了自己最近这段时间的火爆状态 他全场20投12中 3分球7中3 狂砍30分11篮板是助攻三戴帽的三双数据 正负质高打加14 位列全队第一 为少作为球队的二当家 也有19分7篮板5助攻二抢断 18投9中的命动率 值得欣慰的是 本场比赛没有一次三分出手 不仅如此胡人赢球之后 再次传来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詹姆斯即将迎来空降强员 胡人的阵容将会空前恐怖 就在这场胜利后 胡人队的知名记者 詹姆斯的御用记者D.Macmanama 带来了又一个大好消息 霍别球队阵容已久的阿里扎 即将迎来付出最重要一步 胡人将在不久后迎接他们的最后一块冠军拼图 D.Macmanama带来了一个全新确认 从今天开始阿里扎将会正式和胡人的下属球队 南湾胡人队会合 并且一起参与这个球队的训练 而跟阿里扎根绿训练的预期将会有龙多和贝兹末 但随着阿里扎正式宣布 将去跟胡人下属球队会合训练 也就意味着这个新赛季 一场没打就直接中伤8周的核心风险汉降 距离正式回归也没多久了 此前阿里扎是在开赛季开始支出受伤的 并且一场比赛都没打过 但是现在新赛季的第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很久 她的伤势恢复也正如同媒体估计的那样 大概是需要8周的时间 但是此前她一直处于个人恢复季端 从来没有能够跟对一起进行训练 现在阿里扎已经能够去南湾胡人进行训练了 这就是她即将付出的最大证据和最好的消息 任何一个重伤球员宣布回归的第一步 就是把她下放到发展联盟 让她先经历发展联盟的强度 所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 才能够放心地说一位伤员就快要回来了 现在阿里扎已经迎来了这个好消息 这个球员可以说是沃格尔最后的遮羞部 也是胡人最后一块争冠拼图 什么时候阿里扎回来了 胡人最大的短板才会被弥补 就是他们的封线防守问题 现在有詹姆斯和安东尼存在 胡人的封线进攻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球队更多的是打小阵容 詹姆斯经常得出现在四号位 乃至于五号位的位置上 那么胡人的封线就不够用了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的被迫使用三后位神阵 让威少 蒙克和爱宁队一起上 这防守完全没有了 全靠进攻赢球 但是赢的两个球队毕竟是雷霆和魔术 这种顶级大烂队 因此胡人想要重拾封线防守 能够期待的就只有阿里扎回归 让这位科比兄弟和曾经的胡人冠军成员赶紧回来 由他定上三号位 他和安东尼起码能够形成一个封线的弩换 让詹姆斯放心地去打四号位 乃至于小球阵容的五号位都不是问题 而且胡人现在就差这么一个封线的防守铁闸了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伴随着这位科比好兄弟的回归 胡人还是捡不起他们那以成名的防守的话 那么胡人就该考虑要么换教练 要么换球员了 否则在他们已经拥有了理论上的最强首发五虎 威少 阿里扎 詹姆斯 农眉和魔术霍华德的情况下 都赢不了球 还防不了对手 那还怎么调整呢 值得一提的是 NBA本赛季已经打完了常规赛前三分之一的赛程 每个赛季到这个阶段 各支球队需要对自身展现出的不足做出改变不强了 印第安纳步行者已经早早就开始躺平 他们一周之前就被爆出要进行重建 包括多曼塔斯 萨伯尼斯 迈尔斯 赫纳 以及卡里斯 诺维尔在内的绝大部分球员 都是可以被交易的 步行者已经很明确了 只要你给的筹码足够打动人 想要谁 开口随便拿 洛杉矶湖人对此有不小的动静 根据印第安纳当地权威媒体的报道 胡人有意通过交易得到几厘米 栏目 而步行者虽对记者萨扎纳斯报道 胡人已经就迈尔斯 特纳跟步行者有过交易讨论 南部和特纳的年薪分别为1100万美元和1700万美元 不论是讨论谁的交易 显然 胡人能够匹配的筹码主体只能是货盾 塔克 后者休赛期和胡人签下了 一份三年3200万美元的合同 本赛季年薪接近千万美元 除了塔克之外 胡人没有任何筹码能够匹配上他们的目标 除非他们拆散三巨头 做大交易 但是显然这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发生 包括勒布朗 詹姆斯 拉塞尔 威斯布鲁克 以及弗兰克 沃格尔在内的多名胡人核心成员 都在球队大赦奥兰多魔术 拿到两联胜之后胜赞了塔克的表现 但是不管他们成不承认 胡人都已经悄然把这名他们重点培养的对象 摆上了交易货架 在拥有詹姆斯 威少 农多 以及肯德里克 那安的情况下 比起持球手 胡人更需要风险 或是有出色投射能力的球员 显然 塔克和詹姆斯威少同场时 他的无球效力非常一般 根据NBA记者周丹高斯的报道 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胡人球员获短 塔克 已经成为了至少7支球队的交易目标 特斯被消息人士告知 其他球队如果想要得到塔克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表明 后者已经不是胡人的非卖品 在2020-2021赛季 胡人曾因为猛龙和火箭要驾塔克 放弃了交易得到了凯尔 洛瑞和PJ塔克的机会 那时候塔克被胡人看作是非卖品 但是显然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 根据此前VX VPOG记者Each Pickers的报道 东部的一名高管曾经表示 如果他有机会得到货盾 塔克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给出定心 显然 塔克的交易市场 远比想象中好 最近仔细看胡人的比赛 你会惊奇地发现 在胡人三巨头中 拉塞尔 维斯布鲁克的地位 甚至都不如塔克了 后者不仅常常首发出战 除了詹姆斯之外 球权最多的就是塔克 场上经常能够看到 360组合清空一侧 然后看着塔克拿球单打 一顿操作 而威少在最近三场比赛中 已经有两场得分没有上双了 最近五场比赛 他也不过只有一场比赛得分上20 相反塔克却已经连续四场比赛得分上双 而另一方面 塔克虽然得分连续上双 数据看起来不错 但是事实确实 胡人最近四场中有三场出现了垃圾时间 这些时间 塔克一直都待在场上 最明显的就是与凯尔特人的比赛 垃圾时间最后时刻 双方均有最后一次进攻回合 蒙克中场运球 贝兹莫尔在一边疯狂要求 想要尝试下手感 毕竟他登场还没有任何一次出手 但是蒙克看了眼场边的沃格尔之后 好像明白了什么 将球丢给另一边的塔克 后者出手了本场最后一界投篮 不管胡人成不成人 他们虽然在常规时间确实重点培养塔克 但是让达拉基时间刷分也是事实 对阵公牛的比赛 塔克前三截是二分 莫杰拉基时间硬是刷了16分 全场狂轰28分 而从现在的交易流言来看 胡人的目的终究是暴露了 送走新秀合同的塔克 对于胡人来讲确实有点亏 但是送走千万年新的塔克 这能够给胡人带来足够的激战力 拥有三巨头的胡人 一定是着眼于当下的 即便是放眼未来 从胡人群星璀璨的历史来看 二轮秀的塔克也不会是紫金军的未来